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以艾未迎白鹿敖锐鹏大婚造型曝光,精美服饰引发网友热议,替身揭秘引爆话题。 当谈到陆剧女王时,人们不得不提起去年的佼佼者白鹿。 她以长月尽名以艾未迎和宁安如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女王,精湛的演技让她备受瞩目。 眼下,她正与敖锐鹏合作拍摄一部《古装新剧白月泛星》,这对银幕情侣的大婚场面曝光,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白鹿不仅投视华丽,穿着红紫色的婚服更是美得令人惊叹。 除此之外,在拍摄现场,白鹿还与替身胡依林合影,这张照片被胡依林发到社交媒体上, 她在文中赞美白鹿的个人品质,称她就像开心果一样,给大家带来欢乐。 在去年的《长月静明》中,白鹿与罗芸汐演绎了一段跨越三世的虐恋故事, 她在剧中表现出超凡的演技,尤其是在哭戏方面更是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, 被誉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。 此前,白鹿出演的许多古装剧都广受好评,尤其是与张灵赫合作拍摄的《宁安如梦》, 两人的戏外恋情更是引发了轰动,他们在剧中的热吻戏更是激情四射, 被视为是他们之间的定情之作。 拍摄完时代剧《北上后》,白鹿便投入了白月泛星的拍摄中, 她在剧中的形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,许多人认为这些人, 这部剧有望成为爆款,进一步提升了她的演艺事业。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组穿着黑色戏服, 彩色裙摆的美照更是引发了轰动,照片中不仅有导演朱瑞斌, 还有与她穿着相同服装的替身,使得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榜。 替身胡伊林透露,当天白鹿主动站到她身边,要求与她合影, 自己因过于害羞而没有正面露脸,没想到却成了热搜的焦点。 她表示,与白鹿合作的这段时间让她收获颇丰, 两人默契十足,白鹿不仅认真负责, 而且总是能给现场带来欢乐和笑声。 胡伊林还提到,白鹿对她十分照顾,如果发现现场有好吃的东西, 总会主动请助理帮她们拿一份,让她感受到了深深的温暖和关爱。 许多网友也纷纷表示羡慕,认为能成为白鹿的替身是一种幸福, 而与她合作过的人也都对她赞不绝口。 侯明昊倾心演绎大梦归离暖心上线,新剧枯木冯春燃晴登场。 随着2024年的到来,古装剧市场再度迎来了一波令人瞩目的作品。 其中,邓魏与向寒之联手打造的《仙台有术》, 白鹿与敖锐鹏携手打造的《白月范兴》, 以及侯明昊与陈都灵主演的《大梦归离》等,均备受期待。 特别是《大梦归离》,自拍摄开始就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, 其清新质感、精美妆容和场景设计让人期待值不断攀升。 《大梦归离世纪》云之雨后郭敬明的又一例作, 自开拍以来备受瞩目。 主演侯明昊凭借清新脱俗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成功地赋予角色灵魂, 让观众对该剧的期待值一路攀升。 尽管剧离正式播出还有一段时间, 但侯明昊凭借着该剧的古装造型已经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心。 而近期,侯明昊再次成为古装剧界的焦点, 他即将主演的新剧《枯木冯春》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 该剧改编自畅销小说《病若前夫是躲黑心帘》, 融合了双重生、先婚后爱等热门元素, 故事情节扣人心弦。 侯明昊将再次展现其古装魅力, 与田细微搭档, 共同演绎一段跨越时空的深情故事。 《枯木冯春》的故事, 围绕着小官之女沈桃桃和并, 央子宋廷的前世今生展开。 沈桃桃因家族利益被迫嫁给宋廷, 却因此陷入了重重困境。 为改变命运, 他选择进宫卫女官, 却意外与宋廷重逢。 两人历经磨难, 最终携手共渡难关, 谱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。 侯明昊与田细微的搭档位 《枯木冯春》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侯明昊清新的气质与田, 西威灵动的演技相得益彰, 两人的高颜值和出色的表演 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。 此外, 实力派演员刘瑞林和夏孟的 加盟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色彩。 《枯木冯春》不仅在演员阵容上备受期待, 其角色设定也颇具看点。 侯明昊饰演的宋廷是一个智勇双全, 温柔体贴的忠臣, 而田锡威则饰演了一个古灵精怪, 毒蛇傲娇的女孩沈陶陶。 两人的角色设定于演员的气质高度契合, 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绎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